一直在周车劳盾 但是球员们都是尽力 就是恢复身体情况 然后准备好这场应战吧 每个课场都是不会容易的 那么我也准备好要全力以托了 比赛当中奥古斯托也都取得了进球 同样的重庆这边也有一位球员 两场比赛都取得进球 超过赫鲁伊夫 没错 赫鲁伊夫的踢法代表了优雅的球球 北京电视台 来北京电视台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我们为您直播的 2019赛季中超联赛的第二轮 北京中国国安队在客场对阵重庆思维 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 穿着绿色比赛服的北京中超国安队 那是打门 这一球张宇宁真没阅位 对 逼迫对手 逼迫对手把球解围出了边线 李磊把球打过来 来巴坎布机会漂亮重庆了 开潮 一分钟对 看来这个中赫国安队开场这个三板斧第三板斧了 这终于上个对手了 重庆的一开始其实有点准备不足 国安队快打猛攻 其实是采用了上个赛季重庆思飞对阵北京国安的方法 对 国安队呢直接深入腹地持续攻击 而且投入重兵 终于收获到了开上仅仅一分钟的一个进球 对 你看刚才这球啊 其实是在禁区内啊 呃 四号罗浩的位置啊 回收的慢了 他等于是经过巴坎布这个投球的后蹭 罗浩已经没有完没有发现这个呃 从中路往后套的这个别了 巴坎布扯到边路 来张云宁回锁 哎呀 这球回锁的还是非常的清楚 其实这球其实挺难的 传过来之后张云宁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你看啊 他要找这个球的落点 这球蹭的还是真不错 别了啊 在往前赶步的时候啊 这个这立幅脚没踏好 这部位也没吃住 张云宁代表这个护球 漂亮的传球 别了 哎呀 这球传的是不是也太靠前了 对 球打起来地点没争到 但是张云宁还能保护住第二点 对 张云宁那么勉强的一蹭啊 对 非常关键 好球 别了 较别了 好球啊 巴坎布 用面前球门的机会 一对一 哎呀 直接起脚再打 哎呀 所以从成绩上也还没有证明他的这个执教的能力 但是这场比赛啊 我相信 成绩 是肯定 确拼到底 对 因为因为有了去年的教育 肯定他们也想在联赛之初啊 尽可能的这个 抢得一些分数 而且他三联主 对 联赛前三轮全部都是主场 第一轮平了 呃 富利 对于他来说这就算多了 尔德克也是效力为众多的豪门 他是本飞 清训出来的 所谓巴西人的葡萄牙清训 然后呢 他更多的职业生涯是在桑托斯啊 帕尔梅拉斯圣保罗这些巴西豪门 哎呦 菲尔兰多 菲尔兰多 卧鱼大宝 是吗 对 之前应该没有 刚才这几个定位球啊 重新队发的质量都不算太高 哦 张玉宁速度起来了 起来了 张玉宁 好机会 速度传出去 好啊 几乎 没有了 这个球没问题 2比0 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防守反击 别拉一传一射 这球我说句实在话 我 我觉得功劳费大的是张玉宁 张玉宁 张玉宁 对 这球从中场拿球的突进 非常非常的坚决 就等于他的突进 对于两个后卫来说 已经就有点站不住了 当突到进区前 一定要有一个后卫 往处盯他了 对 另外一个 就是闪出了空档 其实刚才张玉宁在传的轻点啊 其实别拉都有机会 对 你看这球 张玉宁最后啊 他这个肌肉力量 他可能已经不能完全控住了 他能传出去已经很不错了 不过这球 别拉在传球的时候 特意观察了一下 对 巴坎布的位置 你看 巴坎布的跑位 也是很清楚的 本来是从 本来是套到后点 但是快速的有一个 反向的移动 对 有一个内切 对 插到了前点 别拉在亚冠打全北的比赛 也是在这个位置 给张希哲送出 对 以我能力起了对手 比国赛出后 我立刻能从这个比赛里面 得到影响 张玉宁 漂亮 世界棒 这球打的是完全没有想到 第42分钟 张玉宁把比分改写成了3比0 而比3比0 更重要的是 张玉宁打开了在北京中和国 的进球账户 还是以如此精彩的方式 这球打的 一是突然 第二一个 这个力量也好 这个角度也好 最主要 这个球吧 就完全没有打门的征兆 对 让这个守员可能也恍惚了 这是一个中锋的能力 你看这是被打 对 背身 对手 完全靠住他的身体 他把球向回一领 侧后帮一领 然后直接转身打门 这种身体力量 而且他这球在 稍微有点半转身的时候 他对于球门的方向 他还是 应该是 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对 张希哲在第一轮 包括上赛季最后清门 也是跟巴赶部去打 这个双周龙 但希哲的毕竟不是清门 希哲可能 他还是要正面拿球的 又是张玉宁 被宣传出来 对 张玉宁他被宣拿球的能力 还是很强的 对 45分钟过后 北京终合国安队 在客场3比0 领先重庆思维 张玉宁 张玉宁打门 张玉宁投诉对手 是角球是吗 对 不过刚才在门前 在进区前 张玉宁这个连接 还是非常的快 胸部一停 紧接着起右脚的大门 插到身后 小角度大门 偏了一点点 这个 你看他前叉去空切 也是可以 对 对 他背身打也是可以 就是作为中锋 技术还确实是很重要 选择了远角 稍微的偏出了球模 这是个危险动作 是唐家树 他是冲球去的 但是这个球呢 就冲球睡在没顾人 不过这球还是张玉宁 抢先一步啊 换人了 完对球就换人 要换一下张玉宁 123换123 王子明替下张玉宁 张玉宁这场比赛的表现 很显然得到了 北京球迷的全面认识 整体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 张玉宁绝对可以获评高分 巴坎波还有机会 巴坎波大门 补射 抽筋了 4比0 4比0 结束了 王子明 王子明国安守球 王子明的国安守球 真是充满收获的一场比赛 以前的比赛当中 王子明有助攻 对 上赛这王子明已经加盟到球队上中 但一直是替补出场 现在小将啊 终于收获的正式比赛的第一力进球 对 4比0是一个非常圆满的逼分 而无论是进球 助攻 新战术 新位置 我们应该在这场比赛当中得到很多东西 对